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香港,专题,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争议,和触发的冲突事件惹来国际社会关注。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周三,19日,要求华府,检视香港应否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待遇。 对此,中国外长王毅不点名批评,西方势力利用香港问题兴风作浪,破坏一国两制,促收回黑手。 有学者指出,目前香港仍然肩负助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 相信美国不会贸然取消香港享有特殊待遇,但香港亦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若事件无法释除国际忧虑,西方国家亦会重新审视对香港的角色定位。 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香港政策法》,在香港1997年回归后是座独立关税区,享有大陆没有的税务等特殊优惠。 然而香港因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争议以及后来示威演变成冲突事件。 备受国际关注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三,19日,表示 支持跨党派议员提出保障香港人权的法案 将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题,检视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否能够获得充分自治 以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待遇 尽管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以至两国互相以关税措施制衡 但香港是独立关税区 香港的进出口产品并不受到直接影响 即使香港入口到美国的农产品 科技产品也不会被征税 然而 若有关法案获得通过 香港会被视为大陆无益 就不再享有特别待遇 在北京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 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 不点名批评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企图破坏香港和平稳定 他重申 中央支持 尊重和理解特区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 王毅说需要警惕一些西方势力在利用这个问题 在香港腥风作浪 挑拨对立 企图破坏香港的社会稳定 破坏一国两制的实施 我们要在这里大喝一声 请你们收回你们伸出来的黑手 香港是中国的内部事物 不容你们在这里干涉 香港也不是你们横行的地方 香港经济学者观超照分析 过去美国议会方面多次讨论过 是否重申审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议题 但这次因为修订逃犯条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的确再次惹来美国的考虑 但他相信 香港仍然有独特的金融中心角色存在 美国可能仍然会持续观察 不会贸然做出决定 同时 他已认为港府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美国的任何决定 都会影响到其他西方国家对香港的看法 关超照说面对关税问题 甚至会令到美国在港企业撤资 这些都是令人担心的 西方国家若觉得香港民主和人权方面不足 用相同的尺度来良度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问题是根据美港关系法 除非大陆出动解放军处理香港事务 否则不会贸然剔除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 早前曾访美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在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 关注美国参议员提出修改美国香港政策法 强调外国对香港情况未必了解 港府的游说工作仍然在进行 同时也向香港14个驻外贸易办事处的人员更新情况 让他们在所属地方做解说 至于有关争议会否令到外商不再信任香港的营商环境 邱腾华称 外商大致理解并支持政府 他又希望社会能给予空间现届政府 邱腾华说往往外国对香港情况未必一定明白 出发点有时基于自身情况 美国政府要考虑的是港美之间的共同利益 香港当然有自身利益 维护我们的对外关系 但我们并非受制于单独一个地方 此外 十多名支持修订逃犯条例的市民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 批评美国干涉香港事务 重申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 香港特区政府为一宗在台湾 专题发生港人谋杀后潜逃返港的案件 而推动修订逃犯条例 主引发社会争议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 Ted Cruz 及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Edward Markey 于上周 联合在参议院提案要求修改香港政策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